欧战未停的欧洲大陆 那么在欧战期间第一个登场的大选 原首期的大选是法国总统大选 4月10号选民要投票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 目前执政的马克宏 他本身的政治主张是中间派 马克宏的民调领先的非常多 将近三成 因为他在这段期间 斡旋恶物的冲突 展现了比较稳健冷静的风格 那么受到选民的青睐 他的民调在这个三成的水位 恐怕还会持续攀升 那么紧追在后的跟他差很多 就是极右派的候选人勒鹏 他只有18% 而被认为是右翼最极端的候选人 泽莫尔则只有一成多一点点 这个被选民列为在光谱上面 最右翼的候选人 他的口号是反伊斯兰反移民 所以使得紧追在马克宏 后面的那位勒鹏 他的基本盘选票被瓜分了不少 也使得他落后的幅度 一直都非常的大 而这位极右翼的候选人 泽莫尔 星期天在巴黎铁塔旁边 盛大造势 还是吸引了他的基本盘 有数万名支持选民到场 法国极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勒鹏 周末在海外省的瓜地洛普 接受连线访问 背后的叫嚣和口哨声 却越来越大 接着一名抗议人士 出现在镜头里 做事要攻击 立刻遭到勒鹏身旁 保镖阻挡 与此同时 寻求连任的总统马克宏 则在另一端摄影棚内受访 谴责暴力之语 马克宏更喊话 要大家克制自己的言行 特别在美国总统拜登 说出这番话之后 马克宏选择和拜登划清界线 打对台的右翼后选人勒鹏 也正在投影阵线 法国总统大选 倒数两周 根据政治新闻公司 最新民调 左翼后选人的支持率 调到只剩个位数 中间派的马克宏 则因为乌克兰危机处理得当 以29%遥遥领先 泽鹏则以18%紧追在后 这让支持率只有11% 同为极优异的泽莫尔 周日在巴黎铁塔旁 举行盛大造势 加强火力拉票 吸引数万名支持选民到场 当中又以反伊斯兰和移民的挑衅言论 为泽莫尔瓜分的乐棚 以及主流保守派的基本盘 泽莫尔曾表示 只要他当选 不但会把移民人数降到零 还会为工人阶级和企业减税 并废除家族企业的遗产税 而泽莫尔的支持群众 不断高呼这个口号 贯穿整个造势大会现场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泽莫尔已经在事后予以谴责 尽管预测显示 每次为法国选民中 将会有一位弃权 但这场在危机中登场的大选 持续引发国际关注 至于与法国相邻的德国萨尔邦 地方选举在周日开跑 初步结果显示 这次由德国现任总理萧茲率领的社民党 以43%的选票赢得地方议会的控制权 进而巩固萧茲的地位 自2012年开始 社民和机民两党就以大联合政府的方式 在萨尔邦执政 相对这次获胜的社民党则票率比前一回选举增加了13% 反观机民党调道只剩27% 而这波热闹选举氛围一路扩散到南欧的地中海小国马尔他 整体经济强劲 加上控管新冠疫情友方 让执政的中左派工党 在周日国会大选中取得他们第三度的胜利 TVBS新闻综合报道